不满社会就不紧 就是这个是一个飘花的料子 飘的是兰花料 是一个雕花桌 先打电看一下它的雕工 是一个凤凰 这是牡丹 凤心牡丹 然后这个羽毛挺精致的 看来这个雕工 费了失败不少工夫 然后整块料子还是一个起冰 冰杆挺足的 这条 但是我觉得这条的话 应该是五十岁的人带的 不太适合你 就是有哪里大 很快结婚了 这个是我老公的奶奶给我 那你这个手桌的话 挺有收藏价值的 而且也很有意义 你干嘛要给它卖的 这种东西我实在欣赏出来 觉得太老气了 我现在不想把它卖了 换一个钻石戒指 我很喜欢 你看一下 这个款式挺好看的 是啊 是挺好看的 这个款式还挺时尚的 也觉得好看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毕竟是一个老人家的心意 而且呢 它代表了一个传承的意义 你要想毁退它本身 就是一个不可再生的资源 钻石满大街都是 所以呢 我觉得你还是再考虑一下 那个手桌不要卖 老板给我老板 请到老板送我们的 他们现在送给我们的 现在就是我们的呀 我们买一个便宜 一个算件也可以呀 我不管 现在我就要这个算件 是不是不给我买 不是啊 不买就不解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